一百年前,从自民地时代到争取独立,经济的发展起飞,种种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做了很大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六十一岁,我三十一年是在种种,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生,我在这个大家庭,我得得我很强的亏述感。 就是说我们没有想到个人的利益,我们是想到怎样为社会服务。 为了社会服务就没有个人的利益,没有个人的冲突。 2021年2月9日上午11点,钟总举办了钟总百年庆系列活动启动礼,即新春献上聚会。 来自全马各地超过一百人通过Zoom参与。 钟总百年历史却碰上新冠疫情,难得百年庆典却被迫转到线上别具挑战,但也显现出钟总继续携手前行的精神。 钟总领导善用网络便利,突破距离限制,加强与海外工商团体的友好交流。 钟总顺应时代变迁。 70年代中期,由于工业发展蓬勃,所以在1975年,更名为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 从中华商会年合会变成中华工商总会,我们又改回中华总商会。 但是那时候我们中华总商会简称得很麻烦。 有些就叫商会,有些就叫商联会,有些就叫总商会,没有一个固定的。 我当任的时候,我当任的时候,在2014年12月22日,在我们的特别会员大会通过的。 所以一直沿用下来到今天,中华总商会变成就是中总。 自1970年代,因为工业协调法令问题,中总为中小型工业请命后,开始着重于中小型企业发展。 1976年起,投身于中总会晤的单司理宋兆雄,过去数十年不遗余力协助中小型企业拓展、转型和探索海外市场。 当时,拿督卢成全,深受宋兆雄影响。1990年代,受委为中总工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副主任,全国跑透透。 你看到,我们那时从没有复联网的时代,我们要很多政府的政策,政府的一些信息怎样去传达。 只能从报章上,还是我们的会信。 所以我们就在全国也开会,也做顺回讲座。 就是怎样去将我们的会员三家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那个门是你要去敲它,有人叫你进来,你就开了门。 你还有机会吗?你连那个敲门,你都不要去敲它。 所以你这个门,不能把你打开的。 随着时代改变,中总与时并进。 从刚开始的暂时姓秘书处,直到1973年,才在吉隆坡设立永久秘书处。 再到2019年,中总秘书处以更专专业化和制度化来推行业务。 中总毕竟是一个百年老店,很多那个制度,很多那些操作,都是有一些比较,是要转型,是要改进的。 所以借助这个智慧时代的来临,中总也积极走向变革。 在变革的时候,当然是要中总的秘书处,中总的队友,是要大家一起去接受跟适应。 从1993年到今天,中总一共修改了11次章程。 为什么修改章程?就是以时逼近吗?甚至还要再超前。 所以我们就从结构上更捐钱,组织结构更捐钱。 从组啊,改革啊,才能够应对这个时代的转变,的瑞变。 从区域性走到国际性。 2003年,中总成功主办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就是中总走向世界的最好开始。 这个大会是中总有史以来主办规模最大,动员最多,筹备最吃力的国际大会。 这是商会第一次接办如此长大的一个生会。 我们也没有一定方面的经验。 当时三千多位来自本地和世界各国的华侨、塔尼,是中国以外最多人出席的世界华商大会。 当时,担任餐饮住宿小组主任的戴良叶,尽量做出最好的安排。 来的贵宾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重要的贵宾。 所以我记得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如何把这些人都摆上这个主座里头。 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做了一个,我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原座的一个座子, 让我看几十个人可以坐在一个原座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简单。 那同时也让我们钟总也因此真的是迈向另一个层次。 钟总支持中庸治国方针,促进社会和谐。 2013年,钟总成立国民团结组,委任单司李戴良叶为主任,拿督陈振明为副主任, 收集人民对促进国民团结和融合的建议和看法。 对于我们商团来讲,如果你要吸引外资, 必须要看到你国家的国民团结是不融合的, 就是非常信心的投资,就有一个衡量。 大家应该是走回独立前我们的原点, 就是三大民族,包括其他种族一起争取独立, 大家融合,推向更多的那个民族力。 然后就对社会经济发展,就会更加有当救了。 钟总明白,培育强盛的生力军对未来至关重要。 因此,在2011年通过成立钟总青商组, 后来在2012年改称为青商团。 年轻人比较有创意的想法,创意的点子。 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创意, 结合这个数字化。 我相信,当然这些东西都会帮到我们种种的整个运营, 整个运营会做得更好。 我们中华总商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培养栽培, 让我们越来越接近我们成功的道路。 所以时常我跟年轻一情地讲, 不要以为加入钟总是浪费时间。 你加入钟总,钟总这个平台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去建立你的人脉。 人脉就是你的资产,只要你能够有人脉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上级。 那么人脉不只是全国钟总的年轻人, 你跟国外钟总都有联系的。 所以它变成了regional,它变成了世界性。 2015年接上来的时候, 我认为有必要将所有的女士、团员们收取他们的意见, 使整个钟总未来,至少这未来三年里头, 我们目标一致,定下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 三年以后,我们又继续来一次brainstorm session, 来探讨我们过去这三年里头, 这九大目标进行的如何,需要做什么修改。 为了注入更多新生代商家, 钟总从2016年起, 举办年度各基本会员广州会员运动, 以及广州青商会员运动。 钟总可以提供一个很好,最重要是准确。 因为你的资讯不准确,你再多也没用。 钟总能够带给他什么好处, 其实是很直接的一个考量。 因为对于一个全国性组织, 他加入你钟总,他能够得到什么? 因为钟总本身在很多政府的相关的所谓的agency, 都有代表在里面。 我们常常都受到政府, 叫我们提成一些建议。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不同行业来给我们反馈。 我们怎么去吸引年轻人进来? 我们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平台, 年轻人进来觉得对他有好处的? 我不需要去求你,你是排队进来。 同时,顺应新媒体发展。 钟总决定强化品牌, 重塑已经百年历史的招牌。 品牌不是打了广告,就是品牌。 我们可以在设计上全部去统一等等。 这些是需要做的, 不要给人家混乱。 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种种。 人家一看到我们是中华总商会, 觉得可以,可靠,靠谱。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牌。 没错,钟总先贤领袖, 用过去百年的时间和精神, 为钟总树立了最佳品牌。 下一个百年,钟总品牌更闪亮, 更辉煌。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中国一句古语啊, 这个赤水不忘挖井人, 中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和经贸合作的发展, 离不开他们的点点滴滴, 离不开他们所负责的心血。 还是必须要成为我们这个马来西亚,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发展的平台, 就是我们中华总商会。 当然我们的这个品牌呢, 可以名望全世界。 要多一点有识知识, 在总商会里面帮忙, 你才会强大。 我们希望还有更多钟总人的精神, 能够一代传一代, 百年老店啊, 它只有更专大。 百年走过的历史, 是相当辉煌的, 但是另外一个百年呢, 钟总要发挥更多的团体精神。 我就是希望, 钟总有更多的百年, 不止一百年, 两百年,三百年, 希望世世代代。 艺术, 钟总的未来的一百年啊, 在未来的会长的精心领导之下, 带领全体的理事, 把外面的各个行业的人, 结合起来。 未来的人, 我相信你只要肯做, 真正的在做, 一百年都跑下来, 没有理由, 不能够再跑做更久的时间嘛, 一定可以的。 钟总这个组织, 继续的强大, 继续的去壮大, 然后呢, 扮演好我们这一百年来, 重要的角色, 就是首富和捍卫, 全国工商界的权力。 想到百年的话, 那种感觉就是, 哇,很久。 不过你要想到那时, 就成立了钟总。 所以你真的是要感恩, 我们的钟总的前辈们, 他那种付出跟贡献。 钟总呢, 因为我们最大的一个财富呢, 就是我们摆对了这个价值观, 摆对我们的大方向。 无论任何一个领导接上来的话呢, 我们就会继续的走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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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